这天在洪泉村的访试 慈激之功邀来几位医疗专家 坐在椅上的杨景林 十多年前车祸高位截肢 她的弟弟从小背着哥哥行动 无谓中担 杨景林曾动过手术 这期间每天坚持自己复健 原本大小便失禁 现在改善许多 终于是帮她针酒 大家群策群力提供康复意见 36岁 结瘫有10年 但是现在看她的灵活的活动 各方面的肢体的活动 都有很大的空间 恢复的空间 她的心态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改善 心态非常阳光 整体的她的身体的转变 跟周围的人了解一下 也有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做一些手工 这样也会帮助她进一步的康复 同时也有经济上的有一定的收入 制作一些手工品能贴补家用 志工近五年的关怀 增加她的信心 跟着杨博相承论 举功致敬 14岁的高吉祥被诊断终身残疾 在两个月大时被父母遇气 因为她没娘知道呗 她是故人 对不对 你就是她的娘 我们也是她的 让她学乎 让她解脱 寻美不离不弃寻衣问药 希望吉祥未来能深入佛法 走出一条路 大家新闻 这是美志工王云秀 奇迹深 河北报道